中心网派元7月25日电,已停尿长春长生疫苗事件,近期成为社会关注热点。 25日,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,举行预防接种相关知识通气会,称山西省为更入国家要监局通报的不合格疫苗,且已停止使用长春长生生产的疫苗。 25日,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,举行预防接种相关知识通气会,称山西省为更入国家要监局通报的不合格疫苗,且已停止使用长春长生生产的疫苗。 李廷耀社,山西省疾控中心专家表示,2017年,山西全省共报告狂犬病病例17例,2018年截止目前共报告5例,均无狂犬病疫苗接种记录, 几近两年山西省接种了狂犬病疫苗的受众,目前未发现出现狂犬病症状。 山西省疾控中心称,每支疫苗都可以溯源查证。 接种症有生产企业和产品品号的记录,如未记录,可咨询预防接种门诊,了解疫苗厂家信息。 接种或长春长生狂犬病疫苗没有完成全程接种程序的,可以选用其他厂家的狂犬病疫苗按援接种程序继续接种。 山西省疾控中心提醒,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最直接、最经济、最有效的手段。 疫苗几乎不会导致任何严重伤害或死亡。 接种疫苗的益处远大于风险。 如果因烟被施放弃疫苗接种,反而罹患了本可以通过疫苗有效预防的疾病。 适得不尝试的,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